哈喽大家好 我是汪掌 今天我们家打骨子了 然后刚好有个小姐姐来我们家帮忙 今天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一打骨子的时候我弟他就找不到人了 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 大概再打两天就打完了 快点去干活啊 哼 郑合 我们都打完了你才来 前年打骨子的时候 我打完骨子还去河里洗澡 今年冷的受不了了 这个太冰了 只有十几度 快点快点 又要下雨了 正好快点弄完今天就完事了 正好还不快点 还在玩 还在玩 下大了还不快点 快点躲起来下雨了 快点 你看我太哥三四堆就开始下雨了 吼 下大了 下大了 快点走了 下雨下这么大 下雨下这么大 我对天哪 快点夏天干活 我听了没 听了没 还在玩 你还在玩 叫你快点干活 听了没 哎喲 这个田打了一半了 全是水田 因为里面养到有稻花鱼 如果把水放干了鱼就没反活了 水田要比较麻烦一点 走路要缓慢 还有割的时候不能放地上 全部是放在木桶里面 割一点再拿去一起打 正好看我这几天没回来 硬是要让我多干一会 哎呀 四五半了 倒了一三五了 最后倒了九代十代 八代还是九代我也不记得了 八九代骨子 一代骨子大概100斤 我们家骨子就剩下这么多了 今天下午可能还打不完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们要抓点稻花鱼去做中午饭起来 打锅子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肯定会很多人问 为什么现在这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个机器来打 都不用收割机啊 因为我们这个贵州山区里面的话 是机器开不进来的 打收割机啊 都是梯田 所以开不上来 还是要靠人工挑回去 用这个拖骨鸡来打 今年的话挑的话 可能会请马来驮回家 从这里挑回家要40分钟的山路 而且全是梯田 马路通不到田边来 来回的话就要两个小时了 因为回去要歇一下 再到山上来 一天可能挑个几趟 就没那么多时间了 就可能就天黑了 挑骨子 而且非常的累 今年的话估计可能打个三四千斤左右 那这三四千斤呢 跟我们一家人可以吃一年半到两年嘛 明年可能选择不种 后年再种一年 前年的骨子还没有吃完 基本上每年种一年可以吃两年左右 如果不种的话 这个田就慌掉了 老妈他们有点舍不得慌掉 所以每年我们还是坚持在这里种这个骨子 实在吃不完的就卖掉 现在这个骨子的话 在一块钱到一块二左右的这个价格 干的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欢子听回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